你还在为街发慢要烦恼吗 三更期间让你快如闪电 七级一猎豹观察 为什么你的启动总是慢 因为你不会观察对手的影拍 我们需要在启动之前 看对手的影拍 根据对手影拍的幅度 是小还是大 来判断对手是发往前还是后场 并且根据对手影拍的时机 来决定我们启动的时机 观察对了启动就快了 七级二尺子架牌 我们需要在准备的时候 将手伸出来放在前面 将右脚放在后面 让我们的手像一条尺子一样 比量着我们要启动的距离 让我们在最佳的机球点 完成机球的动作 并且我们启动的时候 一定不要先动脚 要先动手 让我们的手带着我们的脚去移动 这样我们的移动速度会更快 我们的机球会更加准确 七级三弹射起步 为什么你的启动总是会慢 因为你的脚扎死了 我们在启动准备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脚想象成弹簧 后脚跟微背抬起 膝盖保持微躯状态 整个人的重心压下来一点点 整个人就像弹簧一样 准备随时启动 并且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脚尖朝着前方 这样的话 你一启动 小腿和跟腱就容易受伤 我们的启动准备 脚一定是宽面对着前方 让我们的接触面积更大 启动的力量就更多 速度也会更快 把这三个系续做好 你的揭发就无人能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